那么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了 这个保险的这个情形 那么加拿大保险局的最新数据就显示 说今年上半年全国偷车保险理赔 比去年高峰时期有所下降 但跟之前相比还是高出了不少 业内人士就指出说政府增加资源应对 还有警方加大打击的力度 都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是仍然需要更多及时有效的措施 请看杨洁的报道 根据保险局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全国汽车被盗保险理赔 有不到18000里 比去年同期下降近两成 但如果和十年前相比 则上升了近200% 至于安省方面 比十年前则增加了291% 是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 不过在过去一年还是下降了一成六 政府的加大力度打击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能够控制了 这个势头没有再往上涨 还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 汽车防盗装置安装 这个装置很快能给 丢失的车辆定位 而且这个装置也吓跑了很多倒车贼 最近两年 无论是三级政府还是警方 都增播了不少资源 加大打击和宣传力度 遏制倒车犯罪 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约克区警队上周宣布 第二年启动打击汽车盗窃行动 并以多种语言在社区进行宣传 保险经济指出 虽然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但倒车现象仍然相当猖獗 在进一步加强执法的同时 之前有建议车厂在造车时 直接安装防盗装置 也是不错的方法 执法力度上 还有这个法制系统的承执上 我觉得都需要大力的改进 被抓也就是坐几个月牢 然后又能出来 还接着干老本行 警察呢 他如果想去检查这个被倒车辆 或者检查这个海运的集装箱 他都有一些政策的限制 也没有看到更多的 从厂家有什么更多的政策 或者技术上有什么更多的策略 能够保证这个 能够降低这个偷盗率 他表示 由于被倒车辆品牌不断增加 保险公司难以负担 去年为顾客免费安装防盗装置的优惠 大多都已经结束 需要顾客自行承担 与此同时 汽车被倒索赔金额持续上升 也会间接导致 车主今年汽车保险的普遍上涨 优优独播剧烈的公司 颇报告